各位Android的粉丝们大家好 我是高焕糖高老师 那我继续来为各位解说Android的整个框架体系幕后的这个设计模式 我称为叫做设计招式 那我来说明它的美感 那现在呢我们来针对最基本的思维 叫做变不变分离的这种概念 那我们这里头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就是怎么看得出来 怎么分变 怎么分别 怎么分离 怎么分出 就是辨别出 变跟不变 那第二个动作就是 当我们区分出来的变跟不变 那在软件的这个框架设计上 我们该怎么处理它 那变不变 本身就是视角的问题 所以我们回想 这一个中国古代很有名的诗人叫做苏东坡 他在写《赤必复》的时候 就提到说从不变者而观之 这一个长江跟这个山水都没改变 就从整个河流的角度 从整个不变的角度来讲 长江这个河流跟这个我们的江山都没有改变过 但是从变者而观之呢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长江之水 跟昨天看到的长江之水 是不一样的 因为昨天已经浪淘冬去啦 对不对 那么今天是又从远从天上来啊 对不对 比如说不管是黄河还是长江嘛 长江之水天上来 所以呢 我们现在谈的就是 要分出变跟不变 它是视角的问题 就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 它是变与不变 这是视角 从不变的视角 从变的视角 它看到的不一样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从这个 大家最容易区别的从user 从用户的差别来看 不同的用户有不同的需求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需求里头 有的是因用户而变 还有 有的因买主而变 因买主而变 比如说 我卖一个赌博的机器 给赌产 每个买主它要求的 画面 尤其是后台的 这个连接等等可能不一样 但是画面是一样的 因为所有的赌客 在玩这个喇叭机 Slow Machine 的时候 它在画面是一样的 所以因赌场而不同 但是赌客并没有什么不同 就同样一个 Slow Machine 就赌客来讲 画面都是一样的 赌的过程 因买主而不同 因为得奖 奖励 赌律因买主而不同 所以就买主的角度来看 赌律是会变的 但是就用户的角度来讲 对不对 用户的角度来讲 UI是不变的 UI是不变的 OK 那有的是因 A5的逻辑而改变 所以各式各样的视角 都会造成这个改变 造成改变 有的因平台而改变 比如说最典型的 你如果是在Android手机上 跟在这个iPhone的手机上 操作系统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从操作系统的角度来看 在一个游戏 它的平台的部分是不一样的 从买主的角度看 从一问户的角度看 都会看到它不一样的 但是看到的角度 看到的结果 不见得是不一样 所以变不变 应用框架设计是基于应用领域知识 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框架 那么它是跟这个应用领域的知识 是有关的 它是用来包含 容纳这个应用领域的知识的一种结构 那知识本身有很多种 其变化的来源 时间点不一样 例如一家餐厅 它的菜色材料 天天都相同 它不会因客户而改变而不同 所以就从客户的角度看 这些菜色材料 并没有什么不同 并没有什么不同 OK 所以这是从客户的角度来看 它是不变的 但是这些菜出来的酸辣等等的这相关的可能客户就会有不同的要求 所以这一个比如说四川喜欢四川人喜欢吃麻辣 对不对 然后湖北湖南人喜欢吃一般的超辣 OK 所以因客人而不同 所以从客人的视角来看 酸甜苦辣 要加什么样子的辣椒是不一样的 但是要吃的鱼鱼 什么东西却是一样的 所以这些知识里头很重要一个点就是 但是它的时间来源 时间点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一大早九点钟 我们就要去买菜啦 开餐厅的时候 但是九点钟客人还没有来啊 客人还没有来 所以九点钟我们就要去买菜 而且就开始准备菜了 对不对 有些可能要先煮啦 但是这些客人还没有来 那怎么办 我不能等到客人来 才开始炖鸡啊 才开始烤鸡啊 等等的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关于酸甜苦辣方面的这个知识 来的时间点比较慢 比较慢怎么办呢 我们就把它留空嘛 对不对 等到客人来的时候才把它加上去嘛 那不因客人而变的部分 可以在九点钟到十一点半 就可以先把它做完了嘛 对不对 所以九点钟到十一点半 做不变的 就客人的角度来看是不变的 十一点半客人来啦 对不对 就开始做 这一个 加客人 有些加比较甜的 加比较辣的 等等 要去调这个 调味啊 调这个 甜辣的一个程度嘛 对不对 麻辣的话 就要多加什么 这个大概花半小时和二十分钟嘛 那就可以把菜端出来咯 所以 这一个我们就 有关于客人的酸甜程度的知识 与基本的菜色材料等知识的变化是不一致的 在这里重点啊 变与不变 变化是不一致 叫做变与不变 OK 所以 变化不一致 所谓不一致就是 有些时间到了 它就变了 有些是不变的 所以 时间 是变化里头很重要的 考虑因子 考虑因子 啊 所以 在这里是一记 这个 客人 来到 还还没有来 这个时间点 可以看得出来 有些知识 是已知的 是可以知道说不随客人而变的 有些知识呢 要客人来 才知道 随客人来到 这个时间点 是我们分离变与不变的一个时间走的角度来看的 OK 好 那有些是依照 买主来 的点 买主来到 那个点 而定的 比如说 买汽车 买一部 这个出租车 好了 那么买主来的时候 才知道他要涂什么颜色 对不对 那 真正的客人来了 开车的人来了 才知道 他的 椅子要多高 所以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 所以时间点 是 切分出变与不变的一个重要的因子 重要的因子 所以千万要记得 变与不变 并不能抽离掉时间 有的是 这个买主来了 客户来了 才知道酸甜苦辣 所以这个叫做 不变化上不一致 因为 获得的时间点 并不一致 因此呢 把两者分开来 那分开来之后 刚刚讲到 如何分出 他的不同 依据视角 好 依据视角分出不同的 接下来该怎么处理 好 譬如说你把 大与分小与分开了 接下来 大与放冰箱 小与放 放楼框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子呢 因此就把 不变的部分 放入框架 对不对 变的部分 放入应用 就是 framework了 跟app 好 把变的不变的部分 放入框架 可变的部分 丢在app ok 这就比较了解了 好 在进行变与不变的分离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种原则 很多种视角 好 那在这里指示我 啊 几个例子 好 来说明 这一个怎么区分 变或不变 刚刚已经说明了 从买主客人来的时间点切开 已知的知识 跟未知的知识 好 那刚刚你已经知道了 就开餐馆的角度来讲 客人来到之前 就已经确定的知识 是不因客人而变的 客人来到之后才已知的知识 就会因客人而变 ok 好 就是刚刚是以这个时间点来看的 那现在呢 也是一样 在某个时间点 早上的11点 30分 客人还没有来 知识为知识 已知的 就把它理清 在这个时间点不知道的 就把它理清 这就是细分研的重要的责任咯 也就是在处理需求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理清 在这个时间点之前 哪些是已知的 哪些是未知的 很明确的细数 已知的知识 对于那未知的知识呢 什么叫不知为不知呢 就是到底哪些东西会变 你要很清楚 至于变成什么 就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不知为不知的意思就是说 关于这个 要麻辣 还是要 纯辣 还是要小辣 这些酸甜苦辣 通通未知 很清晰的 说得出来 酸甜苦辣 是未知的 这叫不知为不知 OK 哪里不知道 讲得很清楚 OK 哪里知道 讲得很清楚 好 至于知道的部分 可以慢慢弄清楚 不知道的部分 等客人来了 就清楚了 OK 所以设计师是 依据这些细数来决定 该怎么处理 刚刚讲 这个 我们在需求的时候 就要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把知的跟不知的 分得很清楚 知道的部分 慢慢弄清楚 不知道的部分 现在弄不清楚的 等客人来了 自然就清楚了 所以设计师就依据这些细数 这样的一个分离 就把它留空白 叫做挖空 好 就像说 我知道客人来 一定要用杯子 但是现在客人还没有来 所以杯子里头 要装什么饮料 他要喝茶 喝咖啡 现在是未知的 所以非常的清楚 杯子是已知 饮料是未知 至于要什么饮料 那客人来了 自然就知道了 那自己要做什么杯子呢 设计师 我慢慢想吧 对不对 我要想 考虑到 怎么让它更好拿 怎么更好洗 那等等的 因此呢 就可以做分离了 那一分离之后 把它挖空之后 就得这口 因到费死就这样出来的 好 把会变的部分挖空 剩下的 不会变的 两个之间分离的 就得到这口 这口的目的是为了 还要再组合起来 好 要组合起来 好 因此呢 那分得妙 就合得快 好 那分得好 对不对 就合得有效率 合得更完美 好 我们先来集一个故事来 跟各位分享一下 好 有一个国王 叫川顿国王 有七个女儿 最小的女儿叫做小美人鱼 那我们就发现 川顿国王嫁女儿的速度 嫁得越来越快 对不对 那为什么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嘛 这一个 嫁女儿的经验啊 文件啊 物品啊 都可以复用嘛 所以 他从这一个 缩短有效的时间嘛 就像我们做软件的开发嘛 也有经验等等 都也能够复用嘛 我们从签约 从跟客户签订合同 一直到开发完成上线 的时间点 就越来越短嘛 所以 越价越快 所以 川顿国王嫁女儿 跟我们做软件的项目 是一样的 许多用品啊 都会不用再买了嘛 喜铁也能够 确定嫁给谁之前先印好嘛 重点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时间点哦 在嫁给谁之前 确定嫁给谁 这是一个时间点 这是一个时间点 先印好 所以 在这个时间点 可以先做某些事咯 印的话 就是某种的知识嘛 对不对 某种的knowledge嘛 包括新娘的名称 日期 喜宴地点 这些都是 要等到这个 嫁给谁 那个时间点 之后才知道嘛 现在都是未知嘛 所以未不知 新娘的名称 不知道 日期 不知道 喜愿 不知道 等等 等等这些 一一的把它类出来 很清晰的 知道 不知道的是 哪一些 至于 不知道的内容 那就等到 确定嫁给谁的 这些 自然就知道了嘛 所以订婚了之后 知道了结婚对象了 这些 都可以把它填进去的嘛 都变成 从未知 都变以知了嘛 OK 所以不知为不知 知之为知之 这很重要的 不知为不知 意思说 只要对 不知道的东西 把它搞清楚 哪些不知道 至于内涵呢 未来自然就会知道 因此呢 有些需求的知识 在结婚之前就已知了 那设计师就依据 这个已知的部分 来做很多详细的工作 对于不知的部分 留下了空白 例如 已知的需求 这个需要洗铁 这就确定了 那洗铁的格式 对不对 就某些内容 因此呢 设计师就依据这些知识 就可以开始着手 设计洗铁 印制洗铁了 他需要新娘的捧花 要的是玫瑰花 一定要 对不对 史富兰 对不对 新娘草 等等的 这些 已经知道了 就可以 就可以一心的 设计 捧花 设计而已哦 不是真的去把 这个 花 拿过来 因为鲜花 明天就腐烂了 只是先做设计 所以才叫做设计师嘛 OK 那可以预定捧花 预定而已哦 并不是今天定了 马上送过来 因为明天就烂掉了嘛 对不对 所以预定 预定的话 别人可以先种嘛 可以先种 对不对 所以成果会低一点 OK 好啦 再来照片 需要相框嘛 对不对 相框的材质大小 这个 大部分可以先决定 因此呢 设计师 可以先购买相框嘛 对不对 另一方面 有些需求的知识 在结婚之前是 unavailable 是未知的 是unknow的 这时候设计师 要留空白 留空白 留空白 留空白定下接口 好 比如说相框 要留下空 留下一个位置 可以把照片放进去嘛 好 你可以 要做一个螺丝 啊 可以把上面的那个玻璃拿起来 可以 未来可以把这个照片放进去 再把它 用螺丝把它拴紧锁起来 好 所以 在这个部分 只是设计嘛 但是 不是真的 去做 去购买嘛 对不对 就像说 这个花 留空白嘛 不是真的去买花 而是 只是设计花而已 这要 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 未知的需求在哪里 哦 有很多啦 新娘的名字 当然是不知道嘛 这个传论国王怎么会事先知道呢 所以设计师就在席帖上面留空白 啊 这个其实在老子 道德经上面也说过 设计簿机的时候 好 要把簿机挖空 因为在做簿机的时候 还不知道龙夫 会拿这个簿机去装什么 可能去装土啦 可能装南瓜啦 可能 装的是土豆咯 OK 可能装的是辣椒咯 所以 老子的做法就是 在设计的时候 先把簿机的中间挖空 就叫一流虚的空间 就跟把杯子挖空 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那结婚的日期未定啦 对不对 哪一天需要新郎捧花 也新娘捧花也未知啦 因此设计师呢 就不能开始去买花咯 只能设计 只能预定 不能真的去买花 所以先做设计嘛 而不是实际去implement OK 先做design 而不是implement 那么还没有照片呢 因此呢 就可以在相框上面 制定的这个 然后 之后呢 就可以很顺利的 把上面的玻璃拿起来 把照片放进去咯 无论在时光隧道的任何一点 都是有已知的需求 跟未知的需求 也有过时的需求 也有这个新的需求 那设计师的素养 就是在需求的复杂多变 有关的知识不齐备的一个环境下 我们依赖我们的 对这个事情的 洞悉力 判断力 做出最美好的决策 让我们的决策 这个有未来性 有它的未来性 意思就是说 现在这个决定 能够包容未来更多的变化 更多的变化 OK 好 据说川敦国王的喜帖 有一定的格式 小美人已结婚了 对不对 婚后又生了一个女儿 同样的 王室的喜帖格式 能然可以使用 这样表示什么 未来性不只是 川敦国王的女儿 的一种可能的 对象的改变 包括她的孙女 都是可以使用的 这表示呢 她的这个喜帖 具备有这个超过50年的 这个未来的变化的一个 承受 接受的空间 OK 接受的空间 当然了 如果 在她的川敦国王 女儿这一代 喜欢的是红色 但是到她的孙女 喜欢大家流行的是 粉红色 那可能就 这个现在决定的颜色 就太早了 先印可能就有问题了 这表示这个决策的未来性 就有一点不足了 OK 所以 我们 就来 继续来看 这个小美人鱼咯 你看 这个是川敦国王 架小美人鱼的喜帖 这个是小美人鱼 架美乐亭的喜帖 所以 从小美人鱼结婚到她女儿结婚 经过这个时间空间人物的转换 设计师发现 有些是会变的部分 有些是不变的部分 接下来 接下来设计师就做的创造咯 依据经验跟洞察力 将便与不变分离开来 就把它分开咯 你看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呢 新量新浪的元素 对不对 就把它 抓出来咯 这个部分就把它抓出来咯 所以这个叫做不变 不变 这叫做变 所以变跟不变 做个分离咯 所以分离出 这个小元素出来咯 其实这个手艺是蛮简单的 因为 四千年前 老子已经收过了 老子说过什么话咯 说过呢 这个做暴击 必须要挖空 这个暴击才有用 所以 我们要把变的部分挖空 剩下的部分 才会有多种用途 虽然简单 却是千年不朽的设计的一种 实录跟手艺 也就是变不变分离 这样一个简单的设计思维 就是 要把暴击挖空 这个暴击才有用 然后 龙虎拿暴击去装图 那才能够 龙虎才能够获利 OK 所以挖出来的 会变的部分 成为元素 成为元素 留下的 挖出之后 留下的空间 就是重点 因为 它能够容纳 原来被挖出的元素 也能够容纳 未来的其他元素 所以依据老子的思维 挖空之后的洗铁 是不能用的 因为你把这个挖空了之后 你不能拿这个去用啊 不能拿这个去用 但是他说 其实 唯用大义 所以老子讲的叫做 无用之用 无用之用 唯用大义 就是这样来的 无用之用 唯用大义 就是 看起来 这个不能拿去用 不能拿去当洗铁 但是 把它加进去 加进去之后 确实可以产出无限多种洗铁 因此 它的用途 唯用大义 OK 唯用大义 所以 先创造无用 对不对 然后挖空之后 再把它加新的元素 就发现 它是唯用大义 OK 所以以上 是藉由童话故事 来说明这个 框架的设计的基本手艺 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看软件上面 那么 又如何 来判断呢 那我们 也是依据刚刚的 来做个比对 来区别出变不变 我刚刚有说明 要区分区别出哪些变不变 它的角度跟手法有很多种 那我们刚刚走的一种 就是拿两种来做比较 拿两个锡铁来做比较 OK 在这里 这个 拿两个锡铁 这是一个真正可用的锡铁 可用的锡铁 来做比较 发现 这里是 不同的 发现 这里是不同的 这是一种 就是 我们现在说 区分变跟不变 拿两个具象的东西 来看出它的变跟不变 这是一种做法 这也是大家最常见的做法 但是 我一直在强调 这不是唯一的做法 不是唯一的做法 好 那我们现在 比较关键的点是 当我们七分出 不一样之后 怎么处理 像这个就是处理方法 把它分出来 有没有 把它分别出来 分出来之后 这叫做分 好 这个叫做分 把它分开来 分离了 分离之后呢 这边是做和的动作 好 这边是做和的动作 那我们现在也依据这样子 我们依据大家最常见的 哪两个加瓦的class 一个是代表 是表达的大学生这个class 一个是研究生这个class 哪两个具体的class 就跟刚刚哪两个真正的系列 来做比较 看看 OK 好 现在有两个大 两个class 这是软件的类咯 这是一个大学生的class 这个是研究生的class 里头都一样有它的名字 大学生的名字 有大学生的名字 还有 这里有它的函数 计算学费 计算这个 要交多少钱 这个每个学期呢 要交给学校多少的学费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 以加瓦的语言来表示 所以有一个class叫做大学生 OK 没问题 有一个class叫做研究生 没问题 然后里头也有一个定义一个属性 叫做姓名 还有定义一个函数 叫做计算 这一个学费 OK 计算学费 那计算的 这一个代码 写在这里 同样的研究生 同样的研究生 计算的代码写在这里 好 那现在就等于有 等于 这里有两个类咯 等于有两张细帖 那我们现在来看 它哪里不一样 哦 原来是这里不一样 这一个跟这一个不一样 其他东东一样 所以我们就来 变跟不变分离咯 好啦 那现在我们的做法呢 就是把 不变的部分 往上抽 好 把这个不变的部分 抽上来 好 这个叫做Superclass 好 Superclass 就是 把共通的部分 往上抽 抽到一个叫做肌类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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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肌类 叫肌类 好 我意思就是说 我们分辨出了 变跟不变 把不变的部分 把它抽到Superclass 把会变的部分 留在 Superclass里头 好 所以 在 computer 这个toeation 函数 可以计算出 这个学费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啊 不一样 变化的地方 在这里 这是会变的 因此呢 把它留在 subclass里头 留在 子类 把其他的部分 把它放到肌类 哦 所以其余的部分 都是一样的 因此呢 我们就 把它设计一个抽象函数 叫做get value 来抽象函数 来把这个不一样的部分 把它包装起来 也就是 这个就变成一个 这个 interface 就是idol 变成一个interface 好 那这一个interface呢 就是一个抽象函数 这个抽象函数呢 它在子类 内涵是相异的 但是在基类 看到的函数函数是一样的 所以从一个角度看 它包装了差异 从基类 从共通的部分来看 在这里 从这个基类来看 这个get value 是一个抽象函数 它包装了 差异点 这个点 跟这个点 它把差异点包装起来 让它变成相同点 它的相同点 所以这边都是相同的 这边都差异的 它应用 这一个抽象函数 来把差异化 封装起来 吸收了相异点 让这个 整个这个函数呢 就可以 挥上字头 变后方 就可以 放到这个 共通性的 这个基类上面 来了 OK 来了 那这一个部分 叫做jeco 这个函数 就是这两 这两边的一个 衔接的点 我们称为 叫做i 叫做i OK 这样子 这样子 那这个学生的部分 在我的eit 叫做e 然后这两个 都是t t 这两个都是t 所以t是 容纳变的 e是 跟i是 表达 共通的部分 OK 那这就 透过 发现差异点 透过 这一个抽象函数 来把它包装起来 OK 然后我们现在 来看一下 成代码 怎么去表示咯 其实非常的简单咯 这里 要定义一个 这一口函数 叫做get value get value 所以这里头的 大学生 来 itent的学生 就是 刚刚表达的是 这个地方 itent的 itent的呢 就是这一条 这个 就是这个关系 etent 所以大学生 etent的学生 研究生 etent的学生 所以研究生 也是etent的学生 然后这里头 因为这是抽象的函数 所以类 一定要实现 写这个实现的代码 所以把差异部分 写在这里 差异的部分 写在这里 然后把计算好了之后 把它return回去 所以在计算 条一型的时候 它就会来调用它 在这里会来调用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再往下调用 因此就得到了这个 学会的基本的计算的值了 ok 就这么简单 把差异的部分留在值内 写一个抽象函数 把这个差异性 把这个差异性包装起来 把这个抽象函数的参数 回传值跟名字 都把它变成一样 所以这里头就是都一样了 ok 因此就 它 扣它 它扣它 它扣它 就实现了 这个 这个 我们对于 差异化的处理方法 咯 这就是 软件 当我们知道了 差异化在哪里了 这个 便利不便 分离了 我们就透过这种的 基本的手法 来做 便利跟不便的一种分离 ok 那之后 这个部分呢 就变成 这一个 我EIT的E咯 这个部分就变I咯 这个部分变成T咯 那T 这就是 也是 所以你 学了这一个课程之后呢 你再来学我的EIT的课程呢 就非常容易了 我的那个50小时 的这个线上课程呢 全部都是 从EIT的角度 来说明 这个Android的整个架构体系 背后的设计思想 跟它的哲理 以及它的技巧 ok 以上是采取 类别的继承机制 也就是采用 上一节所说的 白箱的 这一个框架设计 好 那么 如果采用黑箱呢 又怎么办呢 好 这个时候 可以将抽象函数 把它独立出来 好 刚刚这个抽象函数 是放在类里头 好 放在这个类里头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它独立出来 可以把这个I的部分 再把它分出来 分出来 分出来 独立成一个 interface 独立成 这个借口 一个明显的借口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是怎么做的 这个 是怎么做的 好 把这个接口 把它独立出来 就变成一个 I tuition 里头 这个函数叫 get value get value ok 好 那很简单 我们想要知道 把这个 刚刚的是 两个合在一起 现在把它分离 让它 透过它 来扣到它 就对了 就对了 ok 其实蛮简单的 刚刚的这个 是两个合并 现在是独立出来 两个合并之后 用计程 这个符号 把它分开 用的是implement 这个符号 就这么简单 因此呢 我们就 用Java 来定义一个 这个 叫做 interface i tuition 有没有 里头只有一个函数 叫get value ok 好 那么这个 大学生的学费 就来implement 这个 就来implement 它 把这个 差异化写在这里 写在这里 ok 那 ngl生呢 把 差异化写在这里 去实现 这个函数 结束了 因为 底下没ban 它ban的是上面的 这个学生 跟接口分离 好 现在接口是分离定义 啦 刚刚是 原来是合在一起定义嘛 现在是 先定义接口 ok 先定义接口 对不对 现在要来定义学生类咯 学生怎么办呢 第一个 设计一个学生的类别 学生的class 好 然后呢 设一个叫setter 这个意思就是要把 这一个 这一个 E跟T要合并 要合起来 好 要合起来 好 所以 一样这边也是一样的动作 只插在这里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要做这个呢 好 所以这个学生类的指令 用 用到是这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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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没有用到这个类 好 因为它只含不变的部分 好 因为它只含不变的部分 不变的部分 所以这个学生呢 这个类呢 好 就这样 这个就是我的E 我的E是指引擎的意思 引擎的意思 这边I是指的是接口 T是指的是轮胎 那是拿汽车来做比喻 这个 就是E是引擎 就是汽车的引擎 T就是 啊 这引擎就是engin engin 然后 I是interface 这个I就是 那T呢 那底下的T呢 啊 就是 啊 Ti 啊 就是Ti的意思 OK 啊 叫EIT OK 所以 这里呢 要有一个叫SET SET的意思就是 要把轮胎 装配到引擎的意思 好 要把轮胎 装配到引擎 OK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有一个 啊 这一个J-BEN的 和DLE J-BEN的DLE呢 其实来讲 非常的简单 它的动作是什么 今天 要NEW一个学生 就NEW一个引擎 这是E嘛 这是引擎 要NEW一个引擎 然后再来NEW这个轮胎 啊 这是T嘛 要NEW这个轮胎 之后呢 要把它装配起来 有没有 要把它装配起来 装配起来 之后 就可以 啊 去 啊 扣这个 计算协费啦 计算协费啦 OK 那上面这一边 为什么不需要这样做 那是因为继承的因素 啊 这边 在刚刚这边 为什么不需要这样做 因为这是继承 啊 刚刚这边是走继承的路线 这边是继承 因为继承的时候 只要NEW它 它自然会NEW上面 所以这个组装 装配的动作 是在ETEND的时候 帮你做掉啦 这是白箱 的好处 OK 那黑箱呢 这个组装的部分 要自己做 啊 自己做 那奏法呢 就是刚刚给你看的 这样的一个奏法 OK 啊 我就在说明 帮你分辨出 变不变之后 你的处理方法 在软件里头 是这样子处理的 OK OK 那就是 这样的做法啦 你看 同样一个共用 这一部分是不变的 当然这一部分也是不变的 这个部分是不变的 这部分是可变的 有没有 会变的 所以这个才讲说 啊 E N I 是 啊 不变的 T呢 是 变的 OK 那这样子就是可以创造出 很多很多 这一个 多样化的组合 啊 就是说 所谓多样化组合 就是说 同样一个 ENI 可以跟T1配 也可以跟T2配 啊 可以跟TN T3 等等的 啊 可以配合 所以呢 依据圣经的故事呢 上帝 从亚当分离出 的肋骨分离出来 变下蛙 对不对 啊 那后来就可以做结婚咯 有没有 所以做分的动作 之后 可以做合的动作 有没有 所以就有无限多种 多样化的组合 所以让人类的主身 更繁荣 更繁荣至今 同样的 Android的框架 里头的类 以应用APP的 多样化的结婚 就是Android的框架 跟Android的APP 可以做多样化的结婚 可以做多样化的结婚 因此呢 今天你可以看得到 Android是一个系统 一个平台 一个框架 却有50万多个 这一个APP 所以 它是多主多生 对不对 OK 所以这样子 让多样化的软件 继续茁壮 无限繁荣 到今天 这一个 都是接受 都是基于 这些美妙的结合方式 那到底有哪些 美妙的结合方式呢 就是 以及结合的方法 跟做法 跟惯用的伎俩 就是叫做设计模式咯 OK 叫做本书的 焦点咯 OK 好 那我们就 先 这道到这里 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